關於我們和深圳大家討論的一個疫隔離 或者是叫前置隔離的一個做法 我的目標是希望建設一個可以持續 可以正常運作 無論兩地的疫情走勢是如何 都可以有一個措施是很穩定到 很有延續性 還有一些肯定性的因素在裏面 令到我們可以長期運作 讓我們香港的居民 香港人士是可以經過這個系統去上內地 當然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做完我們的疫隔離 或者前置隔離 就可以不需要再經過在內地7加3的隔離要求 所以一定是要內地同意我們的標準是符合 內地的要求 在這方面的討論大家都知道已經開始了 簡單來說我這個系統是希望是獨立於疫情變化都可以進行的 因為我們仍然是保障著外房輸入去內地的原則 我們是完全按照內地需要隔離的標準和時間去做 所以在一般任何情況有旅客要進入內地所做的隔離標準和時間 但都只不過在香港去做先的意思 所以就不會是額外增加了輸入個案給內地這個風險 所以亦都可以獨立於疫情的實際變化 持續運作